继续来追查 不再对案情发表意见 宜兰县长林子庙涉入弊案遭到起诉 宜兰地检署将半年多的调查内容公布 其中一个涉案情节与通联有关 地检署的起诉文书类其中这一段 写下处理账户关键的通联方式 检方查出林子庙唯恐和助理的电话联系 遭通讯监察 持用人头电话门号 每隔三个月会指示助理前往通信行 购买十张除值电话卡 再用来指示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有一种是纯粹打电话 是使用他人各自名字登记 打电话不付钱的 有一种是只是提供数据网络 另外一种是只是要登录 熟知通讯方式的业者 点出这样的通讯方式 使用者至少能有三种用途的选项 没有卡片没有号码 他就有用钱给你打 不知卡的业者透露 如果必须买到这样的卡片 就得透过一定的门路才能取得 除非说真的是有很特殊的地方 他们才知道说在哪边买 大部分的通信行都买不到 拥有自己的门号进行通联 天经地义 警方则透露 会采取这样的方式通讯 可能就有其他考量 宜兰地检署追查B案 专案小组在这样疑似规避追查的状态下 仍旧录下关键对话 进一步兜出使用这样通讯方式的 涉案情节 三十五一篮众报道